大家好,我是九指玩魔阿姆韋 這次要介紹的是哈比安Light Shop限定 Figure Extended Command Rider Oats 塔加頭路 Combo 殷孔舊鳥連組 這時間點發這隻完全就是衝著趁十週年熱度來的 而且真骨雕永恆鳥目前沒有下文 就算有消息到時候也是場血戰 所以模型鳥連組算是很適實的出來解殘 鳥連組 Oats連組型態人氣之手 SHF1.0、SIC兩支、真骨雕 再加上現在的FRS 鳥連組商品全勤的程度不下於空我 甚至已經出到有個本體加上翅膀跟鳥爪替換件的固定模式 是個怎麼粗、怎麼帥、怎麼賣的王道商品 當然這種穩定不用大腦設計也能賣錢的東西 依照萬代好賣商品用腳做的尿性 我其實根本不期待這東西會做得好 結果這次猜錯啦 這鳥連組整體的完成度之高 甚至已經到了從組裝階段就讓人驚艷的地步 成品更是能跟奸商吵架真骨雕叫板的等級 別懷疑必碼 FRS鳥連組內人物包含本體 替換手型平手捏硬幣手各一對 拿變身器右手一個 能力解放套裝翅膀、鳥爪、硬幣盾牌一套 FRS制式支架一組 歐茨皮套最神奇的地方在於 蟲、貓、水、種、鳥籠、六型態設計的都相當帥 有特色 唯獨初始型態塔偷巴長的外觀 雜魚顏色混亂一臉搓樣 所以歐茨商品只要先出塔偷巴 那後續連組哪怕是套同一個素體結構 都能輕而易舉的讓玩家耳目一新 而模型這次更狠 直接從塔偷巴跳他家豆乳 鳥連組本來就極帥極強眼的外觀 加上優秀的分件分色 還有黑科技般的金屬紅成型色 打造出了只要素組 就能跟那不知道在拽什麼的完成品整骨雕拍桌的素質 宇宙第一技術力當之無愧 這次在組裝階段其實就已經有嚇到我的地方 就是他的這個面罩 首先第一層上面貼貼紙 再第二層透明件 第三層透明件 最後再加上頭盔 等於是說這個臉總共有 一二三四層拼起來的 同時具備模型組裝的樂趣 與組好後極高的完成度 而且細節也不馬虎 面罩的透明度 敷衍的紋路 整個頭盔包含額頭的複雜刻線一樣沒少 這顆頭我相信絕對值得在假面騎士商品中名流侵蝕 而且頭部細節從背後看也沒有偷懶 左右邊兩耳朵的內側也有刻線內構 看與玩都很爽 身體部分是沿用他偷疤的結構 所以同樣可以拆分成三結 這隻身上九層以上的紅色都是靠分件來呈現 胸口標誌外圍的金圈也是靠分色 貼紙只有金圈到腋下那段紅色 以及背後的補色 手臂側面的線條還有腰帶的部分 這隻最讚的地方是胸口標誌的金屬紅塗裝 替整隻的質感提升到了畫龍點睛的效果 而且以往鳥連組的胸口萬代都是做消光紅 模型的他偷疤也是消光紅黃綠 結果他家豆乳直接給你來了個大氣的閃耀金屬紅 質感直接緊噴 而且也跟其他商品線的鳥連組做出了區隔 變身器雖然是貼紙不過沒有很明顯 但裡面那米粒大小 紋路分明 完全可以辨識陰孔就有細節的硬幣就真的是屌到不行 但要注意一盒就給了三枚硬幣 而且這硬幣是真的小到靠北 掉了絕對找不回來 要非常小心 這個硬幣他做的是獨立分件 所以說他的確是會從腰帶當中掉出來的 那有的時候如果你一不小心沒注意到 稍微晃一下把它晃出來了 真的有可能會找不到 所以這個硬幣裝在腰帶裡面也不是完全穩固 自己要注意 可惜右側刷腰帶的變身器 跟Tato8一樣是整組做金色的 這變身器其實成型色應該做黑的 外圍再貼一層津貼紙其實就能交拆了 現在這破綻層的模型差一點能一腳踢死真骨雕的罩門 可惜 近距離看這金屬紅成型色 顏色跟光澤是真的都漂亮到扯淡 光這技術 壽屋豪微笑終極工廠直接一旁洗洗碎 整個下臂拆成三截完全分色也是很優秀的設計 金色件的色澤也不算太差 而這隻除了頭部之外 另一個優秀到值得稱讚的就是下半身 從腹部到寬部到整個大腿分成上下兩段 小腿與腳掌所有紅色全他媽是分件 沒有一張貼紙沒有一個零件偷懶 這對喜歡便宜形式的萬代來說已經到了邪門的地步 而且這漂亮的分色分件組裝的時候也很有成就感 盾牌倒是優缺點參半 優點是透明件漂亮細節也完整 後方的拉把能拉動 缺點則是金色全是貼紙 而且硬幣盤是做平的 所以無法再往裡面裝硬幣了 少了可玩點 雖然模型也沒有多給硬幣就是了 這次的鳥連組有一個我很喜歡的設計 就是以往鳥連組如果要拿盾牌的話 通常都有一個握武器的手 然後要跟他的這個握把的部分 就是要擠半天才能把他擠進去 那整個過程就很繁瑣 但是這隻模型版它是設計成 拳頭是接在他的這個金屬手環上 盾牌有一個球冠也是接在另外一個金屬手環上 然後再加上他上面已經連了一整套的一個拳頭跟握把 所以直接換金屬手環就可以換他的盾牌 這個效率就高了很多 能力解放的換裝首先就是把他背後這一片拆下來 再來整組翅膀就直接照著他的外觀裝進去 這樣就好了 不過因為這翅膀偏重 然後這樣裝上去的時候我覺得他的鬆緊度其實不夠緊 所以這個翅膀其實蠻容易脫落的 這點在玩的時候自己要小心 腳爪的設計這次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就是他雖然一樣是把整個小腿都拆掉 但是這一次要保留他的整個腳掌 再來要把他腳尖的這一根小腳先把它拆下來 再來換上額外的替換零件大腳 這個換裝過程沒什麼問題 問題是出在這個小腳的零件很小很容易掉 所以你自己在換裝的時候跟收藏的時候都要小心 這個零件掉了就沒救了 再來把他的這個腳掌裝到他的這個騎士T專用的小腿上 再跟本體做結合 這樣能力解放模式就變形完成 翅膀份量很足 雖然佔空間但爽度高 結構上也能支援三節拆分 組出各種帶翅膀與鳥爪的牙種 裝上鳥爪後身高不變 但腿因為拆分結構變細的問題是不可抗理沒救 所以這鳥爪如果不擺騎士T浮空的話 看起來就是腳腳 翅膀的可動是齊全的 但因為這種金屬紅成型色的零件多半材質偏脆 所以有很大可能關節部分零件會裂開 所以建議這組翅膀不要長把玩 把角度調好當裝飾品就好 不過這金屬紅哪怕做出這麼大片翅膀 顏色跟質感都還維持穩定 也沒有水紋 萬代到底是吃錯什麼藥才這麼認真 當然熟悉阿姆維的朋友 只要看到我在捧萬代商品一定都會說一句話 就是萬代不會把商品做到100分 所以這鳥爪上大量的貼紙就落差 或許說這大量貼紙補色應該才是萬代的本性才對 原本那雙腿完全分色才是不正常的存在 比較的部分 上面是真骨雕下面是模型 模型還是給了真骨雕面子 體態方面真骨雕佔了優勢 但模型的金屬紅零件與超級分色實在太黑科技了 讓真骨雕的塗裝都變得相對無趣 而且以裝甲的銳利感來說模型還更勝一籌 跟模型踏脫巴相比 雖然是套相同結構 但其實零件兼用的不多 主要都分佈在關節部分 整體來說有八成以上的新零件 而且兩隻的帥度也差多了 模型奧斯的評價頂多是勉強及格 鳥連組卻根本是萬代異端的等級 接下來是鳥連組的可動介紹 模型騎士的可動基本做的都不會太差 肩膀的部分 它的這個肩甲是一個獨立的分件可動 再來肩膀也有一個獨立可動 然後連接身體的部分是一個球關 而且它有一個稍微外拉式可以增加可動的一個設計 身體內部也有一個外拉可以往前的結構 不過它這個肩甲設計上會跟它的身體做護卡 所以就算用上了它的這個球關可以往外拉的結構 它整個肩膀上台的可動也還是會卡 所以差不多就是一個不到90度的可動 而且它的這個腋下的部分的關節會破弓 那加上拉出關節之後 它整個手臂往前的可動是可以做到雙手持劍的 雖然這隻其實沒有劍可以拿 上臂平面迴旋手肘是二重關節 手腕的部分是一個單純的球關 盾牌的部分它連接手腕的部分有一個球關 但是只能稍微微旋轉而已 它沒有辦法就是整個轉90度 脖子的部分是二重關節 前後轉頭扭頭 關節本身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它往前的中二角度不夠 它有一點就是看的時候就只能平視而已 它沒辦法再往下看 腹部二重關節前後轉腰扭腰也是標配可動 再來腰帶的部分它這個是可以上下翻動 寬部是球關連接前跟開 然後有下拉式的結構平面迴旋 大腿上台在旋轉的時候有一點斜切的感覺 所以要用它的平面迴旋來轉定位 整體可動是有辦法過90度 膝蓋二重關節 但是它的這個平面迴旋設計優 就是它的旋轉只能轉成這樣而已 所以在大腿上台的情況之下 它平面迴旋會剛好沒辦法再往外轉 所以它平面迴旋就是 只能到這樣剛好90度 沒辦法再往外旋轉 腳踝是一個斜切形的關節 前後旋轉接地要用扭的 大腿外開跟接地 高跪姿沒有問題 它翅膀的可動 它這三節翅膀都是獨立可以往上往下的 連接基座的部分有一個外翻的可動 跟一個上下的調整角度 但是有點很重要就是這種零件 因為它偏脆的關係 所以它的這幾個可動性我覺得 久了大概都會立 再來就是它的這個關節 應該也會用很快的速度鬆掉 甚至裂開 所以它這整組翅膀我建議就是 你把角度調好就不要動它了 鳥爪的可動性是維持著原本的二重關節的可動 然後它的這個鳥爪是獨立可以上下可動的 這個設計還不錯 再來腳掌的話 一樣是它原本的可動 結論就必買而且要快買 趁現在還有貨加緊買 免得到時候哭漲價 而且真骨雕鳥聯組現在已經漲風了 永恆鳥又是場未知的大戰 這不到台幣1000的模型 在現在這個時機跟它的品質一樣 都是如同異端般的存在 必買而且快買 以上就是本次Figure X的 夾面騎士奧子 陰恐舊鳥聯組的介紹 詳細的通文說明請點擊下方的通網址 那喜歡阿姆維燈章 請記得訂閱阿姆維燈局部 阿姆維燈局部 我們下篇的頻道再見 掰掰 如果是下篇的頻道 到任何時刻 就會回應 在既查的頻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